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选拔接班人 给弟子们出了一道题目 要他们每人写一首记 所谓的记 形式上就是四句话 要求尽量押韵 然后内容上要表达你对佛法的理解和赞颂 一定要尽量表达全面 把精髓体现出来 神秀当时是四中上座 地位仅次于红人大师 而且是众弟子的礼仪老师 所以威望很高 弟子们私下一嘀咕 都觉得自己无论从境界上还是品行上 都无法和神秀禅师相提并论 而且以后还要仰仗神秀 就没有必要和人家竞争了 于是都决定放弃这次机会 神秀得知之后心想 如果我写这首记 给人的感觉好像和别人争一样 显然不是修行之人所为 但如果我不写呢 又没有机会获得五祖一搏 于是左右为难坐立不安 后来神秀还是写了 写好之后又一度神情恍惚 一连十几次走到红人大师的门外 也终究没有把这记递出去 后来神秀灵机一动 想到一个折中的办法 就是趁着月黑风高的时候 把自己的记写在走廊的墙上 心想如果师父看了称赞 我就承认是我所写 如果说不行 说明我还是修为不够 也就没有资格惦记师父的一波 这段描写出自六祖谈经 但是很明显 这是慧能大师的弟子 刻意地把神秀描绘成一个心思很重 执着心很强的人 因为当时神秀的心理活动 外人是不可能得知的 这明显是有一点刻意贬低的痕迹 那么神秀到底写了一首什么样的记呢 身是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时时擒浮世 物时惹尘埃 红忍大师看到这四句之后 知道神秀并没有真正入门 就好像一个人 虽然从迷途之中发现了自己的家 但是始终走在回家的路上 并没有真正迈进家门 而后来慧能也写了一首记 也叫人提在墙壁上 慧能大师的记是怎么写的呢 菩提本无数 明镜亦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热尘埃 红忍大师看了 已经认可慧能为自己的接班人 于是为慧能讲解金刚经 当讲到因无所助而生其心一句 慧能当即顿悟 自信的般若智慧如云开渐月般朗诏心间 慧能于是对无祖说 何其自信本自清净 何其自信本不生灭 何其自信本自具足 何其自信本无动摇 何其自信能生万法 由此可见 慧能已经能够常驻如来藏 绝食如来藏不生不灭 不够不静的本性 而一切世间万法 究其根本 不过是如来藏 因夜里牵引产产生波动 随因缘合成而成的假和之相 若置于此假和之相 必心为行义 奔波劳苦 辗转反侧 流浪生死 唯有回归本心 常驻自信 方能脱离苦海 永断无名 看到这里我不禁在想 神秀的境界真的就不如慧能吗 其实未必如此 慧能乃是根性大力之人 也就是说 他本身就有这个根基在那里 不需要别人指引 直接就能找到家门 所以他直接开门就进去 而对于世间普通人来讲 他的方法并不适合 因为大多数的人 如同漂泊在外的游子 找不到回家的方向 甚至于迷恋外面的灯红酒绿 根本不想回家 平心而论 对于尚在迷途之中 漂泊的初学者 神秀的字句 才真正是修行的好方法 所以红忍大师就对弟子说 你们依照此记 每天念诵修持 可免入三恶道 并获得真正的益处 但是对于继承一波 红忍大师对神秀直言 你还没有达到那个境界 表面上看呢 神秀还是执着于像 执着于有一个我 在时时刻刻地修行着 仍然没有离像 金刚经有云 凡所有像皆是虚妄 又说离一切像 则明诸佛 显然神秀的境界 的确远远不够 但是你在红尘中修行 还真就得从这里去入门 从有像到无像 这是不可或缺的 渐进过程 其实佛学的诸多法门 比如四圣地 八正道 都是按照次地去修行 都是从有像到无像 你想明心见性 但是夜里不允许 你必须一步步地 通过持戒修福 来把业障消除 你才能够真正地 进入无余涅槃之境地 否则即便明心见性 也是竹篮打水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句话就说得清清楚楚 树欲静而风不止 如果夜里不消 即便顿悟了 也是静中看花 不得究竟 还是以回家打比方 如果说自信就是家 你即便进了家门 但是你外面的朋友 不会让你安心在家享福 你如果欠他们的债没有还清 他们会不停地给你打电话 甚至找上门来讨债 你最终还是不能安生 而事实上 神秀最终成为德道高僧 是禅宗北派的祖师 被尊为两经法主 三帝国师 由此可见 神秀的境界绝不在慧能之下 由其所作示众计可见一般 一切佛法 自心本有 将心外求 舍负逃走 而事实上 据李庸 胡适等学者研究发现 我们耳熟能详的 关于慧能与神秀之间 因禅物而争得禅宗六祖一波的故事 很可能并不是真实的 也就是说 六祖谈经之中 关于此事的记载 可能出自慧能弟子的一家之言 而据唐中月沙门试法 如禅师形状石碑等文献记载 神秀才是达摩红忍正统的继承人 那么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的慧能 何时时勤浮式 物时惹尘埃的神秀 哪一个境界更高一筹呢 实际上 神秀的修行方法 是循序渐进的法门 通过持戒修服 坐禅席定 助心看镜等步骤 一步一步渐入正道 对于普通人来讲 这才是切实可行的实修方法 而慧能的方法 仅针对于少数具备能够绝食本心智慧的人 用六祖自己的话说 我此法门乃皆引上上根人 也就是说 一般人根本不行 上等根器都不够 要上上根器 最上等智慧的人才能行得通 所以说 对于我们世俗中人 你想按照慧能大事的那种顿悟成佛的方法 一葫芦画瓢 只能徒劳枉然 心体不能清静 业障缠身 你怎么顿悟啊 顿悟了也无法真正解脱 因为祸意未尽 无名未断 若不实时约束自己 稍不注意 就会任性胡来 犯下错误 犯错误之后又造业 如此反复不已 不要说成佛 连好人都未必做得成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 期待您的留言和转发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您的观看 aient订阅 那是让你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